早上五点不到啊 我就起来了 泡上一杯茶 泡的茶装到保温杯里 一会儿带上车 这是鸡婆给我收拾出来的旧鞋子 刚好拿回去穿 嗯 拿回去干活穿 你要穿哪一双 这都是原来才毕业的时候 才工作的时候买的鞋 你要穿哪一双 我都是洗得干干净的 那双最舒服 穿那双吧 这一双是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嗯 这是偏冬天一天的 你干活肯定叫发热 干活的话不怕 怕最舒服是吧 嗯 好 那就带这一双 这是鸡婆跟我收拾的皮箱 里面装的衣服 这是给你带着早餐的 看看 你待会上车过一会儿就能吃 好 早餐 两个包子 还有那个 你喜欢的腊肉骨头 看到没 这个骨头装着的 还有两个鸡蛋 可以 这也可以 嗯 看看景色吧 小子还在睡觉啊 亲咱一口 好 你快睡觉 你快睡觉 小子一下醒了 眼睛瞪特别大 我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都亲你们两花了 好 你再睡 爸爸再亲一口 皮箱把皮箱拿下来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我装的衣服 装的衣服 我还带了一块肉回去 因为家里说是 一个腊肉啊 因为家里他这两天吃菜 吃菜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把腊肉拿回去了 昨天把这个红袋子里面 全是两大袋子蔬菜 还有这个腊肉 知道吧 家里没蔬菜啊 对 家里的菜园子不是被填了吗 家里菜园子填了 然后我有份家里不是带了一块腊肉 吃菜量比较大吗 也在这里装着的啊 可以在这里装着的 我把这个皮箱把它收拾好 别的快吃 颠颠颠的 我给我爸买的礼物呢 那个烟吧 我放前面去了 好 那个这个锅 这个锅你带回去给小妹妹吧 这里面还有粉丝都带回去吃吧 这个东西我给你强调一下 这是他奶奶要的 熏豆腐的那个折子 这是哪里的呢 这是武汉家里的一直都有 他来了收剪着 再放到窗底 在屋 这次我东西把它翻出来了 翻出来给带回去 好 这个袋子里面啊 这是给爷爷带的烟啊 这是吃的 都放你手边上 听得没 嗯 赶紧吃的啊 肉和肉 两个包子 这是爷爷买的两条烟 因为爷爷他抽烟啊 然后给他带烟呢 他会开心 开心至极 但是你要跟爷爷少抽烟 让他均匀这天抽 两条烟抽一年 那不太可能 嗯 就这啊 那你早上送小泽 要注意也注意安全啊 嗯 小泽今天放家 哦 对对对 七十年放一天进家 要不然我都想跟你一起回去 拜拜 拜拜 好收拾好了啊 哎 走了回家 有车辆 我要六个小时啊 五百四十八公里啊 回去 现在六点多 等于说我要十二点 一点才能到家 啊 貌似今天回去的人还挺多的 你看 这马上要上高速了啊 车还不少 一车 偏麻麻亮 一个人开长途 真的很无聊啊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的想鸡婆啊 如果能一起 该都好 哈哈 马上快到家了啊 这是县城旁边的那个 观景台 我在这关观景 现在是十一点半呢 我一个人飙得好快啊 我从来没开过这么快啊 五百多公里 六个多小时 就快到家了啊 我自己都害怕啊 刚才我老娘跟我打电话 让我回去 问我到哪了 我说快到县城了啊 他就开始做饭 现在一回去就吃饭了 我该好 我该好 真的我自己都害怕 我回来了 我们前面的大厂已经被填起来了 准备规划盖一个厨房 前面留个小院子 现在我爸说 看到我太胖了 说带我去走一走 前见肥 转了一圈 回来了啊 其实我这次回来是干啥呢 第一就是今天是清明节 第二呢就是回来 盖房子 反正用老娘的话呢 就是家里的工 就是工人不够 希望我回来帮忙 斑斑转啊 打打下手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